受各种挑战 此前杨子就已经在热辣滚烫中 演了一个类似的角色 她饰演的表妹痘痘一秒白切黑 从单纯可怜的小白花 到扎起头发黑化的一瞬间 真的让观众完全感受到了 角色的气场变化 细腻的表情变化和精准的台词处理 让一个自私自利的黑痘出现在大家面前 姊妹精湛的演技让不少观众看得牙痒痒 而这也证明贾琳找杨子演这个反派角色 是多么正确的决定 作为抗拒女王九龄花中的顶流 杨子一直都在扩大自己的舒适圈 她的演艺之路也是一段瞩目的蜕变之旅 02年10岁的姊妹参演《笑装密室》 将童年时期的董婉如演绎的生动可爱 竹菜今年11岁 有小年吗 你的小年叫婉如 婉转的婉 无意的如 04年杨子在首部电影作品《女生日记》中 饰演六年级小学生冉冬阳 她将青春期小女孩成长为少女的微妙变化 以及少女难以揣测的心思演的淋漓尽致 之后姊妹参演家有儿女成了博明闺女 12年参演的医疗剧《新术》 成为杨子改变自己演戏路数的一大成功之组 她将端端步入职场努力上进 恋爱生活的护士宋小蕾饰演的真实生动 之后杨子搭档霍建华 参演近代革命巨战长沙 她在剧中的演技同样可圈可谷 姊妹的演技可以说是完全同质化角色 同一个演员不同角色完全是不同风格 杨子是真真正正做到 完全演出了角色灵魂不会让观众出息 而在《项蜜》中杨子饰演紧密 从完全没有情爱心思的小精灵 到常敬情爱苦楚的仙子 那种天差地别的表现 让这部剧的高度上升不止一点 这部剧一经播出 就直接刷新了近几年来古装剧的播出记录 在现象及古偶剧《长相思》中 杨子饰演的小妖前妻男人的扮相 真的让观众感觉一个活脱脱的小市民男人形象 杨子可谓是将包袱一抛到底 新剧《成欢》即杨子挑战大女主麦成欢 成欢的眼神当中透露出的坚定和自信 可以让屏幕前的观众感受到杨子内心散发出来的力量 杨子真的是一直在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题材 在职业生涯中实现多样化的发展 优秀的演技让杨子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果然你可以永远相信我们的大女主杨子